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偷刀 我現在在馬路上啦 等一下我去牽轍了 今天為什麼我突然換了衣服 跟以前都不一樣對不對 好啦是說各位啦 今天晚上這麼晚我還出門 是因為我 期待已久的合作 終於來了啊 那可以格外的期待一下 微樂色桶你幹嘛 笑欸我們兩個都不講話這樣 欸不講話欸我有壓迫感欸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好我是偷刀 哈哈哈哈 幹嘛啊 好很好 大家好我是牛仔 龍仔 龍仔 哪一個啊 龍仔 龍仔 大家好我是迪米 哎呀 我們今天跟著 釣魚吧一起來到 這哪裡啊 你問我啊是不是 八斗子 哦八斗子 魚港嗎 嗯 八斗子 八斗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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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位 好出一位欸各位 OK啦那我的釣主已經準備好了 今天我們來玩路亞吧 只是不知道今天會不會釣到魚欸 好啦來吧 吹下去 咬一下 咬兩下 哎唷 怎麼感覺今晚 有耗喔 這咬欸 哎唷哎唷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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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可能是菜刀 菜刀 今晚不想吃菜刀 那就是菜刀 沒了啊 老闆 沒魚啊 哦 來 我來 換小鵝 小鵝 要什麼鵝嗎 哇 你的鵝 對 好漂亮喔 你選一個喜歡的 小一點好了 小一點 小一點 好來試看 來出一位 對 咬一下 咬兩下 我努力 欸這咬耶 他們一直咬耶 就是像年輕一樣 合拍角輪 到底今晚土豆能不能釣到一隻魚呢 中文字幕 劉沛 OK啦各位 我現在又換回了我熟悉的釣竹了 因為剛剛拿了幾隻卵蟲 不管怎麼拋 就是沒有魚來咬耶 奇怪 到底怎麼回事啊 那個嘛 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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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魚了嗎 我中了嗎 這怎麼 我 這邊是中耶 我首先沒 thumb 有有有 很瑕疵的釣燭 有 中魚啦 不錯囉 釣魚 小心舒服啦 舒服啊 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夜釱的第一條魚 尖縮 看來我們今天的晚餐有望了 老薑跟蔥 黑胡椒粒 紅標米酒 麻油 高湯塊 鹽 接下來是今天的主角 尖縮 那我們開始料理吧 大家好我是土豆 現在我們回到土豆的工作室了 各位你們有沒有感覺到這個工作室的背景 是否更加的親民更貼近你的生活了呢 因為我之前有一些釣魚的影片我都把魚帶回料理 然後也有觀眾在底下回饋給我說 新鮮的魚 你煮魚湯就很好吃了 所以今天既然我們半夜得到了一隻很新鮮的尖縮 我們現在就把這隻魚煮下去吧 首先我們來準備蔥跟薑絲 我們先把魚魚的水切成 我會不會有的 沒有的 我會把魚餅做的 我覺得 那現在我們來處理魚吧 剛剛我已經把鱗片去掉了啦 我們現在只要幫它去魚度 然後切塊就可以了 接下來煮魚鍋熱水 把剛剛切好的一塊穿燙一下 為什麼今天說的味道聞起來有那麼一點像秋刀魚呢 這個高湯塊煮起來雖然很香啊 但是如果有空間我覺得我會想要熬一個真正的魚介或是排骨湯頭 接下來關成中小火燉煮六分鐘吧 雖然說這個魚湯味道聞起來非常的秋刀魚啊 但是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堅縮耶 有一種鮮餘味道在湯裡面耶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加入薑絲了 接下來加入一大匙的米酒 在煮滾之後就關火囉 接著加入少許的黑胡椒 接著加入少許的黑胡椒 一點點的麻油 最後再撒下所有的青蔥 麻油鮮魚湯聞起來好香喔 剛剛我喝下一口湯的時候 我的味蕾感受到了鮮魚的鮮味 還有老薑的辣味 果然薑還是老的辣 怎麼好像有點像秋刀魚啊 但是整體來說 它魚的鮮味有煮進湯裡面 這個湯是還蠻好喝的 今天也很感謝釣魚爸的茶米 主動邀約我一起參與他們夜釣的行動 當然有這麼好的加油 怎麼可以少了美酒呢 可樂納啤酒 用這個來自墨西哥的啤酒 敬你們 好啦 那等一下這些湯我會把它喝完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喔 還有別忘了 去釣魚爸那邊看看吧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喔這是Ending是不是